他是巴萨最大的克星 曾一度把梅西打得失去理事 梅西怕败人 但他不怕 就算是神 他也要将其掀翻 2013到14赛季欧冠战场 C罗率领皇甲马的里路大杀四方 所向披靡 在连续灭到了德国两大巨头之后 皇马迎来了第三支德国球队 德甲奔巴败人慕尼黑 作为上一届的欧冠冠军 实至名归的巨无霸 败人已经提前七轮夺得了德甲冠军 实力强到可怕 而彼时的败人主帅 正是一手打造梦三巴萨王朝的功军 瓜迪奥拉 瓜迪奥拉将自己的足球哲学带到了败人 试图打造一个更为强大的王朝 而C罗所在的皇马 无疑是最好的垫脚石 两年前的伯纳乌 皇马败于点球大战 倒在了南大王的脚下 遭到各种口诛必伐 这一次皇马赴光要复仇 更是要向全天下证明 谁才是真正的欧冠之王 欧冠曼决赛首回合 皇马坐镇伯纳乌 此意却并不好打 大圣贝尔有伤在身 无奈坐上了替补席 饱受伤病困扰的C罗 尽管重新回到了首发 却无法发挥真正的实力 纵横天下的传奇BBC 一下子折了一个半 银河战舰大受损伤 左兴凭着如铁般的防守 皇马顶住了败人的狂攻 关键时刻 C罗前场侧动 本则马挺身而出 攻入了全场唯一进球 硬生生捍卫了主场的荣耀 但1比0的比分 对于皇马来说并不保险 四回合做客拜仁的魔鬼主场 皇马想要守住比分 简直难如登天 欧冠半决赛四回合 七万多人的安联球场声势顺天 两支地表最强球队巅峰对决 堪称欧洲得比 这一战皇马继出了最强的阵容 BBC三叉戟全员首发 是要将卫冕冠军拉下神坛 而宇宙拜仁这边也不谎多让 罗本 李贝里 两大魔鬼双翼扬起镰刀 是要一举撕碎皇马 完成欧冠两连霸 在拜仁的魔鬼主场面前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皇马威野 比分落后 拜仁众将还没从失球的阴影里走出 便又遭遇到重重一击 总比分三比零 拜仁想要翻盘 至少要进四个球 简直就是逆天 众将是急了 丹特一怒之下缠倒了C罗 一心想要将其踢飞 却连续失球 拜仁众将彻底恼怒 他们大军其出完全压了上去 然而极致的狂攻下 拜仁飞弹没能攻破皇马 反正因为后防空虚 遭到了致命打击 一分总像一个响亮的把掌 狠狠地打在了他们脸上 皇马赢了 除沙尔克 灭大黄蜂 横扫败人 皇马一口气 连克德国三强 将未免冠军拉下了神堂